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要求军区召开干部调整热命大会 邦康特区党委组织党区全体党员重温学习党纲党章 南部地区蒙岗区万红区百姓持续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5月26日上午 要求军区在机关办公室召开军区干部调整热命大会 要求军区政委田三慕容 军区副政委沈颜堂 军区第一副司令陈矮满 第二副司令萧赛叶 军区参谋长李天保 军区一战区指挥官李爱松等领导出席会议 要求军区参谋部 军区办公室 外设联络办公室 军区直属营 各旅营科级以上干部及地方管委会科 局 区级以上干部参加大会 大会由军区办公室政治处组织科科长杨国成主持 要求军区第一副司令陈矮满在会上指出 革命工作充满着挑战与艰辛 瓦邦南部地区是大家 即革命劣势用生命汗水换来的 未来军区的前进方向 守护与发展 都是依靠着南部军民的共同努力 随着时间的变化 工作中有些同志已步入晚年 并已退伍退休 回家中休息 后续发展新一代接班人既是各单位重视的问题 有前者的相辅相成 后者才能接替重任 带领大家走向繁荣富强的明天 妖娇军区第一战区指挥官李艾松指出 今天是可喜可贺的日子 有新任干部得到提拔 相信在他们的指导带领下 军区能稳固发展 各单位要继续团结在一起 搞好组织建设 加强官兵对党的认识 并依照瓦邦中央政策路线 做好每一项工作 主持人宣读了瓦邦政公部政治零四七号文件 文件公布了要求军区干部调整任命名单 军区第一副司令陈埃满 军区一战区指挥官李艾松 军区政委田三慕容 军区副政委沈延堂 军区第二副司令肖赛叶为新任职干部颁发任命书 军区政委田三慕容在会上表示说 感谢瓦邦联合党中央 军区党委首长 南部全体军民对我的信任及期望 我深感责任重大 南部邀敲军区全体军民在老一辈军区领导 及广大革命先辈的团结带领下 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 克服了无数困难 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这是老一辈为我们创造的打下的坚实基础 我们作为年轻一代的继任者 不仅要守护好这一片土地和家园 也要竭尽全力将瓦邦南部地区整体实力 抬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一个新的高度 决心在老一代革命前辈打下的基础上 在部队建设发展 教育事业 医疗卫生 基础设施建设 经济发展 民生保障等各方面群策群力 科学规划 协调发展 因此 我希望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 无论部队或地方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团结一致 互相学习 努力上进 坚持以人为本 开展各项工作 各进其职 共同努力 共同进步 军区副政委沈延堂在会上指出 今后 各单位领导要做好部队官兵 地方公职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 当兵入伍 坚守职位都是为瓦邦人民服务 未能捍卫前辈打下来的家园 南部地区全体军民应当做出积极的贡献 各部队公职人员要做好先锋带头模范作用 尽职尽责 回报瓦邦中央 军区领导对你们的信任与支持 军区第一副司令陈埃满要求 军区各单位都有新任命提拔的干部 为此 在工作上 新任干部要虚心向老革命官兵学习 多实践 多运用在职场中去 要有力度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职责 各旅继续加强边防巡逻工作 有情况 必须如实向单位领导汇报 各部队及地方公职人员保持应变能力 提高警惕 守护好南部地区的百姓安全 军区参谋长李天宝表示说 对于本次任命 我衷心感谢中央及军区首长 对我们的信任与关心 感谢各位领导对我的器重与厚爱 也感谢一路起来一直支持 与帮助我的同志和朋友 这次任职对我来说 不仅是认同与接受 同时也是一种挑战与考验 今天我们能过上安定的日子 是革命先辈们用鲜血 用生命 用青春换来的 战争年代 他们抛头颅 洒热血 不畏牺牲 在和平建设年代 人兢兢业业 把一生的心血与理想 都交给了这片土地 他们的丰功伟绩我们不能忘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现在这份责任落到了我们的肩上 我们不会退缩 相反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我们会更加努力学习 尽着尽责 把工作做好 把责任做好 面对新的岗位 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向先辈们请教 为此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我会更加努力学习 不断拓宽知识 更新知识 提高工作能力 也希望先辈们 同事们能一如既往地支持工作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军区政委田三慕容 在大会上做总结讲话 他说 今天任命大会结束过后 大家返回单位后 要立即向各基层官兵 及地方百姓宣传今天的会议内容 单位内对新任的干部 要做好交接工作 并在新住职后的学习工作中 谋略出崭新工作观点 继续服从领导及指挥 搞好团结一致 不得在单位内搞特殊化 独立化 大会在团结热烈的气氛中 圆满结束 5月26日上午 邦康特区党委组织本区党员 在特区机关会议室 召开党员学习会议 会议主要就瓦邦联合党的 党纲党章进行了重温学习 邦康特区党委书记 雄金强 副书记尚额秒 副区长矮谷 特区政协主席 艾果等特区领导出席会议 特区直属各单位部门党员 全区各厢党员参加会议 会议由邦康特区办公室主任 艾三和办公室副主任 尚额共同主持 尚额秒副书记 向大家介绍了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 会议内容 并宣布了会场纪律 会议要求等 为了让全体党员都能准确而深度地学习到 党的纲领 领悟党的章程 特区办公室主任 艾三用中文带领大家一同重温学习 联合党的党纲党章 尚额秒副书记 用歹语详细介绍了党纲党章 办公室副主任尚额 就党纲党章的全部内容 再次用歹语进行宣读 熊金强书记 邦康特区政协主席艾果 在会上向大家说明了 学习党纲党章的重要意义和目的 并表示说 瓦邦地区和平稳固 发展三十多年 各项各业欣欣向荣 争争日上 百姓安居乐业 这些所有的成绩 都是在联合党的正确领导下 所取得的 这也充分证明了 联合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我们所走的路线也是正确的 我们身为联合党的党员 更应该加强学习 牢记党的方针政策 在工作中也应当率先做好 带头模范作用 这样我们地区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 5月23日 在812洪澳救灾委员会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 我帮南部地区 蒙岗区 万红区百姓 又分别来到当地平板桥 水沟坝头 道路等施工现场 展开水毁设施修建 期间 大家齐心协力 团结一心 在蒙岗区南京乡与王河乡之间的河沟上 当地百姓正在浇灌平板桥面 在施工现场 尽管天气比较炎热 全部工序均得靠人工来完成 工作环境相当艰苦 但大家没有任何抱怨 积极参与到施工中 男女骑上阵 搅拌混凝土 运送沙灰 浇灌平板桥面 积极投入到施工中 整个施工现场有序进行着 在万红区护邦乡 参加劳动的村民们 正在修建一村农用道路的平板桥的墙体 有的村民在农用水沟坝头修建水沟 师傅们用大锤砸石头 尽量将石头放得稳固 然后浇灌沙灰 使修建起来的墙体更加牢固 这期间 812红烙旧灾物委员会 还派出了一台挖机 一台装载机 为村民们扩修道路 施工现场 两台大型机械分工明细 相互配合 合力将一处道路弯道扩宽修职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新闻就为您播送完了 想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欢迎您微信搜索瓦邦新闻局的微信公众号 瓦邦之音或瓦邦声音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